好 烟幕低垂 我们来看全台湾夜市里面最贵的鹅阿尖在哪里 不是台北 也不是高雄 而是在台中 丰园 庙东夜市 这一个鹅阿尖呢 70块钱 比台北市林夜市还要贵 也比饶河夜市贵 那很多消费者都觉得有这么贵 为什么呢 当然这个夜市很多解释 原物料上涨等等 但问题是很多人边骂还是边吃 这个庙东夜市它的知名度人气 排队小吃的欢迎程度 一点也不输给台北 鹅阿在筋盘上滋滋作响 加上了太白粉还有大把的蔬菜 这传统的鹅阿尖 菜单上的价格却让民众好傻眼 我觉得很贵 应该是吃过一次就好 难得下来嘛 人家推荐的就是好吃的店 就来吃吃看 台中丰园 庙东夜市 一份鹅阿尖要价70块 堪称全台最贵 一样东西都是上价 像鹅阿平常就是110左右 现在才有180 丰园庙东夜市的义者说 他们也是无奈涨价 但北部看看士林夜市 饶河夜市还有宁夏夜市 都还是维持一份60块啊 鹅阿尖要便宜就到彰化王宫 或是云林台西 一份50块 产地直送的原因 因此价格当然少一些 再来看看庙东夜市其他小吃 排骨面70块 卤肉饭35块 事实上庙东夜市 不只加入永津的大批游客 还有更多的知名排队小吃 连美食节目 也是必拍必到的 庙口小吃景点 一点也不输给台北士林夜市 这好吃的鹅阿尖 一口气涨到了70块 比士林夜市 还有饶河夜市 还要贵10块 这算位置的台中丰园 这70块的鹅阿尖 挑战消费者的接受度 记得公寓的 叶宜营台中报道 叶宜营台中 叶宜营台中